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睇网点评,我是李思 英国新首相卓卫斯的任期刚刚展开 就因为英女皇辞世,国葬期间而进入暂停状态 有舆论指出,一旦女皇葬礼结束 卓卫斯和他的团队将会立刻面对政治压力 包括如何带领英国走出日益深化的经济危机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卓卫斯首相生涯的开局史无前例 他在9月6日获女皇任命为首相 两日后再为70年的女皇逝世 在女皇离世前几个小时,卓卫斯公布了一男子计划 要为面临能源账单飙升的英国人提供支持 随后由于英国全国进入哀悼期 换作计划的详情,包括企业将会如何获益至今仍未公布 英国目前面临前所未见的经济危机 通货膨胀升至双位数 很多家庭因为能源价格飙涨而窮于应付 估计家用能源开支从10月起平均飙升80% 分析认为,这个是英国历界首相不曾面对的巨大考验 卓卫斯必须在这个艰难时刻展现出非凡的领导能力 这个也是决定卓卫斯成败的关键 如果卓卫斯能度过这场危机展现领导才能 这样他将会赢得英国人的赞许 除了国内问题,卓卫斯也将会在这个星期登上国际舞台 他在约翰逊政府中担任外长的时候 因为英国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 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而赢得掌声 但卓卫斯要重写英国断欧协议的决心 可能加剧英国和欧盟的紧张关系 并可能进一步破坏英国和美国的特殊关系 这样提高卓卫斯就任首相后 和美国总统拜登首次会晤的风险 两位领袖将会在星期三 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 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 英女王星期一下葬之后 今个星期实质上将会是卓卫斯 成为手上的首个完整一周 舆论认为哀悼期令卓卫斯 免于一赏任就受到一般情况下的批评和审视 但有了这个意想不到的额外准备时间 卓卫斯和他的团队未知是否已经 为即将到来的政治冲击做好准备 有分析认为 英国皇室虽然不直接参与政治 但一直以来 女王起到帮助政府维护民众认同 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女王的离世对刚刚上任的卓卫斯来说 是她面对重重挑战的有一大考验 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收听